其实青蛙王子高凌峰在舞台上总是光鲜亮丽 非常的有活力四射 但是私底下的他人生不尽如意 演艺圈的生涯曾经进了两度起落 1983年他在当红的时候被秀场黑道杨双舞派人给枪击 后来用枪触法服刑三个月后才复出 而接下钻石舞台的主持棒 不过却为了力挺当时的女朋友文杰跟华氏交恶被封杀 演艺事业又坠入谷底 全身穿的北下下的高凌峰一上台就搞怪 特立独行的风格让高凌峰主持的节目也曾经被停播半年 趁着1981年金钟奖颁奖时 高凌峰忍不住焉鱼当时的新闻局长宋楚瑜 我也希望不要因为我今天到这来颁奖 影响到宋局长的前途 高凌峰的机智口才不但重新获得节目主持 高凌峰成为当时秀场价码最高的男艺人 曾经一天转24万也曾经豪赌一晚输掉700万 高凌峰在复杂的秀场生态中迷失了 更被黑道盯上 1983年发生蓝宝石枪击事件 高凌峰突然遭到两名男子开枪狙击 出院后高凌峰带枪防身触法被判刑三个月 初遇复出高凌峰和胡瓜 曾经一一起在华市主持钻石舞台 高大哥的名字就可以叫最高 这演艺生涯上的二度高峰 却因为高凌峰要争取当时的女友文杰 能够任意游走三台的自由 以霸露钻石舞台为手段 结果这舞台最后拱手让给了 曾经一和胡瓜被华市封杀 后来高凌峰寻出路在台北市开餐厅 却因为碰上当时的市长陈水扁 大力扫荡八大行业的台风尾 遭到了断水断电惨培关门 财力被党高凌峰愤儿 把本名葛元成改作葛高凌峰投入选战 组成反陈水扁独裁迫害大联盟 但差了八千多票 参选台北市议员落败 从早年的摇滚剧新一到 极深一时的秀场天王 参政失利经商不成 高凌峰一生起起伏伏 不管在舞台上或是舞台下 都一样精彩 东森新闻在台北报道